大家好,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我是瑪莉 哇,從日本回來就用日文跟大家打招呼啦,不一樣啦 啊不就你好而已,你是不會學你 你又會學歐哈喲,こんばんは,こんにちは,お腹すいた,食べたい 還有お元気ですか? 還有你應該有學不要衝吧? 不要衝我沒有,不會耶 什麼什麼要らない ねぎ喔 你自己提出了這個,然後你不是知道 衝好像是ねぎ吧 ねぎ要らない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好呦,今天在我們的馬克信箱 我們要回復的都會是 因為你在去年買了親愛的馬克馬力,而且你的手速夠快 或是呢,你去實體的書店還看到有黃色書腰的這個限量的特定版 裡面有送上馬克信箱的快速通關信封 我們今天都會回這些快速通關信封的信唷 馬克馬力我是花生蘇 回顧2022年我去了TICC高雄啟發大會 也追了出外人,我也追了元宇宙馬信 哇,2022年你跟我們跟的很緊耶 Amazing 新書跟2023的馬力我都沒有錯過 我想分享自己2022年的挑戰是每周爬一座山 雖然因為北部的多雨還有幾周我真的太忙了沒有達成 但52周裡我爬了39次山 很厲害耶 會開始這個挑戰除了是想練體力去爬更高的百月之外 也是因為一個人爬山時是我可以連續好幾個小時不受打擾專心聽馬信的時光 在山林裡我從最早一集按照順序聽下來完全沉浸其中 時而大笑時而一同反省自我爬完山再吃火鍋 如此就成為我每周的儀式感身心靈都充飽墊之後繼續面對新的一周的挑戰 可是呢我不是總是獨自爬山的 畢竟爬山是很適合深入聊天的場合 我也很常約剛認識的網友去爬山 就算一時沒話題也不會尷尬 反正我們就一起享受山林的情境 最近我聽到2022年第51周 想想約學姐去爬山的故事真的很好笑 也對大屯山的超滑泥泞感同身受 如果北部的典友你想要爬山出體驗 內湖的金面山跟士林的劍壇山都是不錯的選擇 這兩座的風景展望都很棒 那內湖的金面山比較多攀岩的有趣路線 士林的劍壇山就是以階梯為主 但是不會抖到你覺得很厭世 而且都是搭捷運前往很方便的 那如果你體力是好一點的人 你可以從劍壇山一路走到金面山大概是10公里 上次我走了5個小時 哇! 那呼籲大家 強爬山的朋友可以下載離線地圖app 並且使用GPX記錄爬山的軌跡 就算沒有訊號的山裡也可以找路哦 之前你們陳柏林來念信的時候 你們疑問什麼是GPX啊 就是來記錄的資料格式 我也有把爬山的風景 記錄在我的攝影IG帳號 叫做Rosendor R-O-S-E-N-D-O-O-R-4-O-R 比較詳細的爬山過程 都寫在網址 你可以Google 深痕Trace6077 欸!你兩個帳號怎麼差那麼多啊 生命的痕跡 深痕Trace6077 然後我想要跟2022的我說一聲I'm awesome 希望2023我可以挑戰更高的山 找到一輩子的山友 斗內100元 你超棒的啦 而且你出外人的紀錄啊 拍的可能比官方的那個還更高情還更好 超級厲害 馬克馬尼你們好 我是宜蘭金蟲 金呢是金子的金 金子 就是像蝌蚪的 不是是gold 當我得知馬克吃飯配金箔的時候 你從哪裡得知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們都是買那種海苔粉跟芝麻灑出來的啊 那你從小不是灑出來都是金箔嗎 你就是有人在那邊造謠啊 東區人不是這樣吃的嗎 哈賽啦 東區人從小就看過那個極限什麼的 你們知道嗎 幹你最近就認識新東區朋友 你現在到處就是亂講就對了 你們怎麼可能會有共同的小時候回憶 我覺得這很納悶耶 還好吧 我小時候根本沒有進程看秀 就這方面來說我們的確資源是比較豐富一些啊 這什麼小時候你們在什麼南港看什麼展 然後誰又來什麼馬戲團什麼鬼的 你都有看過啊 靠 怎麼會這樣啊 我們從小沒有這些活動耶 我們就是廟口 會加一些台子 你說布袋戲也台戲喔 或是會投影一些電影跟卡通 大概是那樣 然後跟一些 你說亞西亞的孤兒喔 抑鬱喔 小朋友看到會太重 紅豬 或是每個E35的時候 就家裡附近會有一些小攤販 會賣一些就是那個打蛋豬那個 可是這些我們就都沒有體會過 爽 對啊 看這個態度更導演 更導演 好啦 宜蘭金蟲要來貢獻棉薄之力 你知道他貢獻什麼嗎 金薄啊 他貢獻金薄 給你吃的啊 對 他本來想要給我吃的 可是他說食用的沒了 只剩下厚一些的 他真的給了我一塊金子 這是純金的 然後來自於光正銀樓 這個銀樓的小金片 重量是一分六厘 太扯了吧 差不多是台幣一千多塊 這你可以送媽媽誒 我媽要這幹嘛 誒 送黃金長輩都會很開心誒 好啦 另外呢 他要祝2月5號生日的 三三生日快樂 感謝金蟲唷 馬克瑪莉 我是來自於板橋的吳東 姓吳 東風碰的東 是一名男同志 東風為什麼一定要碰 東風就東風 為什麼要加個碰 東風碰 東風還有什麼字嗎 你告訴我 東風還有什麼 東風街啊 冬天的風啊 很冷 誰會冬天的風 你是不是其實就是喜歡簡語 你是不是就想要加入陪審團 上次有跟我說 玩總飯店一定要去住喔 玩總飯店 玩具總動員的飯店喔 其實這封信本來有個爆點 是要跟姐姐出櫃 但我在挑戰1月17馬力時 發布了封鎖前任的線動 姐姐不知道我有談過戀愛 震驚之語就問我 你前任是男是女 喔 姐姐直接問喔 我覺得時候到了 就跟姐姐出櫃 抱歉姐姐 麻辣你這麼久 我也有我的苦衷 不管我喜歡男生或女生 我都愛你喔 讚喔 但我是想要來分享 我去年求前任復合的故事 我跟前男友昌 昌景祥的昌 昌景祥好難想喔 昌景祥什麼 國怨昌龍的昌喔 喔你最有水準 國怨昌龍的昌 是在我考完直考後的暑假 認識在一起的 他是我的初戀 我們差了10歲 跟昌在一起 沒讀主就上大學了 我自己是一個社交咖 喜歡參加活動 跟他的上班族生活剛好對衝 那我下個課開始處理活動嘛 他差不多下班 可是我活動很忙啊 我馬上晚上11 12點 很多時候沒辦法好好相處 我們又是辦遠距 我學校在三隻 很偏僻要住校 他住新裝 我們一個禮拜 才能見面一次 三隻好像真的是 一個很遠的地方對不對 三隻我覺得很黑 包括什麼 哪裡來的刻板印象 之前能跟學長吃飯 然後到了四點多還五點多 學長就說不行不行 我真的一定要回家 我回到家可能都天黑了 蛤 有時候我一忙活動 帶到學校我們就會兩個禮拜 才見一次面甚至更久 反正就感情越來越淡 2021年3月跟他和平分手 到了2022年 也就是去年的1月底 我看到昌 他發了一則線動說 他一天發生了兩次車禍 那都是皮肉傷 他想要好好開始過生活之類的 那個線動 那個瞬間我突然很想他 對他的愛 不停地慢出來了 蛤 我就關心他一下 然後持續小聊 我還記得7天後 7天後我真的忍不住 長這樣問他 可以復合嗎 我現在想想真的 很衝動 當然就是被無情拒絕 他是說 他當時沒有心思談戀愛 我就冷靜下來了 但還是持續跟他聊天 到了2月3月 我們越聊越起敬 也回到以前熱戀的感覺 報備行程 晚安自拍 曖昧訊息沒少過 這段期間我們提到 要不要見面 要不要見面 因為之前有個約定 是我要請他一頓飯 最後變成去他家探餅 之前說他皮肉傷 探什麼餅 探餅不是就會搞起來嗎 對啦 去做囉 去過一次 就有了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有過夜 我都是在禮拜五下課 回板橋的時候去找他 這期間聊天頻率很正常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複合了吧 傻呀 4月初 最後一次去完他家 聊天頻率減少 整個大下坡 剛開始我覺得沒怎樣 但後來慌了 因為我知道這個叫做冤船 我就跟朋友求救 求救怎麼辦 朋友說 你就沒有自己的重心啊 解約的辦法 就是把重心拉回自己身上啊 那個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到 重心 這個姐姐很久以前 推薦給我聽的馬克信箱 還有就是我還有看那個韓劇 2521 邊看邊哭 我很認同馬克說的 陷入低潮的人 就喜歡聽馬克信箱 我一定就愛上 5月初 我跟他的聊天頻率降到冰點 這個月我已經做好準備 某天我想清楚了 我要把關係切斷 就跟他進行最後一次通話 他也跟我說 他不想再繼續這段關係 他要往前走了 因為他不想要 未來遇到新的對象 他還要想怎麼解釋 所以覺得以後 不要再頻繁聯絡了 這些我都在心中想過了 我只是想親耳聽他說 結束之後 成功擺脫不健康的關係 我想要打電話給支持我的朋友 沒想到一接通 聽到我朋友聲音 立馬崩潰大哭 但我是開心的 我覺得終於放下沉重的石頭了 以為 就這樣了 然後 有天他密我 他說他想跟我繼續當 會關心彼此 會打泡的朋友 唉 我以為我要實習 我理由拒絕了 但是後來他又密我 他好孤單 可以去陪他嗎 我說可以陪你 但不會發生性關係喔 你能接受我 只能陪你喔 一定會打泡 他就開始盧 我就很堅定 堅定到最後不了了之 我就覺得 還好當初我決定要離開他 謝謝他那麼冷靜 沒有答應我的復合 他其實可以更加的傷害我 但沒有這樣做 我也覺得我開始成長了很多 雖然還是會暈船 但懂得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 最重要是因為這個事件 我認識了馬克馬力 所以回到了1月17馬力挑戰時 我去翻譯他的聯絡方式 才發現 我被退追蹤了 我的臉書好友關係也被解除了 所以我沒有任何的猶豫 就把他的LINE 封鎖加刪除對話記錄 好好跟他道別 讚喔 這就是我的故事 謝謝我身邊的朋友們 你們都是我的貴人 謝謝馬克姓蝦 最後我想要跟我自己說一聲 You are awesome 未來不管有沒有另外一半 你都要懂得好好的照顧自己 愛刺激 愛自己給我們一張藍色的 感謝感謝 我在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喔 瑪莉啊 裡面有一些挑戰 不是你當天做完就沒事喔 如果你做完覺得 感覺很不錯的話 就請你繼續的 你可以每天都做 想到就做 比如說什麼微笑啊 你一定下個月的計畫 對啊跟陌生人打招呼啊 的這一種就是 可以每天都做的 親愛的馬克馬力 開工大吉 哇看來好像是很多人 藉由春節連假時候寫信來 連假真的太強了 沒事做齁 上次寫信給你們是2018年的事了 也是過年這種日子 寫信的此刻呢 是連假的最後一天 我聽著一些快速通關信封的信 不少都是過世啊 紀念脫單啊 這種很特殊的內容 讓我本來也想說 嗯 我要用這個信封 我就要用點特別的 再來跟你們分享 但是我卻發現 每一個日常都是那麼的不平凡 常常的十天年假 原本打算呢 倒數三天我都要倒在家裡面廢 但最後呢 倒數兩天都在跟爸媽爬山 已經好久沒有跟他們 這樣出門走走了 忍不住在想 跟爸媽還能有多少這樣的十年呢 而看到爸媽比我還會爬 除了覺得我自己真爛 還是感到很開心啊 畢竟爸媽的平安健康 就是子女最大的資產了 新的一年呢 我要繼續維持運動的好習慣 不能被加班這種鳥事給伴住喔 新的一年也歡迎你加入我們的養成好習慣 本來呢過年前發生好多鳥事 倒楣到覺得怎麼會連續發生啊 喔我要勸大家 買東西超過一千塊 真的不要用蝦皮電到電 我網購了千百萬次 我人生第一次被用丟包裹 就是在這個蝦皮貨運上面 內容物的價值是八千多耶 有夠心痛的 海外商品呢也不建議購買 十之八九啊收到了真正的東西 都跟徒步一樣 退貨又毛一堆 總之啊最近的購物心得就是 淺淺沒有變成喜歡的樣子 都變成了生氣的樣子啦 然後我的朋友是鐵粉 他在花蓮買不到限量的快速通關 他特地趁過年的時候來台北 把他的信交給我 他的信很長請不要恨他 我有幫你們畫重點 請你們給他滿滿的能量 最後呢想要請你們宣傳一下 我跟朋友的podcast頻道叫做 podcast眾議院 IG呢是podcasthr2021 聊生活聊音樂聊咖啡 你們的podcast是一周三更喔 好多喔 還是一集只有五分鐘 喔 周一社畜小酒館 周三暢聊茶水間 周五卡卡城咖啡壩 我個人的IG是sophiasgr33 他這邊呢又寫了一個第二封信 是隔天寫的 他說每次到整理房間的時候 都覺得女生的房間是都市傳說 不管怎麼樣丟東西 看起來都沒有變少 真的欸那個甩麥啊 我已經整理了一咖行李箱 但已經多到我覺得 與其車到 我家 不如我就把Catia老師 載來我家 也是可以喔 我覺得這好像是比較快速的方法 也是可以 而且你把我們帶到你家之後 你會發現真的東西會變少 很多嗎 我會讓你的東西變少很多 在過年的時候 請問你們家是不是即將一觸即發的廚房革命 因為你太太好像一度已經移動到客廳發現 告訴自己要冷靜 因為你一直在丟她的東西 對啊 而且在她的整理之下 就你看我們家呢 覺得看起來好像乾乾淨淨沒什麼東西 那是因為她是梁詠琪啊 她就是把那些東西 我說的梁詠琪是立古立古新年才的梁詠琪 她就把那些東西塞到櫃子裡面 說欸看不到啦 很乾淨這樣子 然後你打開櫃子又發現 整理沒有系統啊 所以我這個東西就是明明都是喝的 可是為什麼要分三個地方放 可能是咖啡類 甜點類 銀耳類 沒有 沒有這種系統 所以就是好好的整理之後 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 然後把它拿出來拿出來拿出來 然後分類分類分類 就發現欸 我們家的櫥櫃 很大欸 全部是半空的 那你分類完之後空間就變多了 分類完之後空間就變多了 對啊 所以是在堆積的時候 就沒有算好那個使用方法 對啊 就是你什麼東西 就是這一包你就塞進去 這一包就塞進去 這樣其實不行的啊 喔 欸 剛好多少人聽的時候心裡一驚 不行 本來就不行啊 你們在幹嘛 哈哈哈 Sophia說呢 除夕前已經丟了四大袋衣服 置頂的衣櫃絲毫沒有降低 嚇壞我了 我很好奇 瑪莉有這種困擾嗎 有 最邪門的是喔 大過年的 我想要看親愛的馬克瑪莉 欸 書消失了欸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習慣把書放在床頭啊 我年前換床單 確定沒有掉在床縫啊 整整十天這個書就消失了 欸如果我們的書可以掉到你的床縫欸 床縫其實蠻大的欸 對啊 然後 在寫這封信的時候 它出現了 這就是馬性宇宙的力量嗎 原來是我順手放進了掛在床邊的包包裡 會拿起包包 是因為我想要拍照 把包包拿去二手拍賣 差點連書一起賣了 對啊 大家還覺得說 哇就是你賣包包還送東西 好棒喔 如果你參加我們的甩賣 也都會送你東西喔 沒錯 昨天晚上為了看馬性追思會 我看到三點多才睡 教母瑪莉 寂寞寂寞就好 太可愛 太好笑 我寂寞寂寞就好 期待馬克挑戰 塞跳蛋念信 兩位打招呼 收鈔票的貪婪嘴臉 有夠好看 看了真的很過癮 就是喜歡如此real的你們 太晚看的下場就是 鬧鐘響的時候加倍痛苦 開工日不想匆忙 我還特地比平常上班時間更早起 然後買個美味的早餐 結果美味的早餐 吃星巴克 花了我295元 欸 可是星巴克的牛肉可頌 真的很好吃耶 對啊 但是就是貴嘛 嗯 然後那個什麼雙果果子 也是貴到一個漏尿 但是 怎麼這麼好喝啊 他要推薦的是 墨香柑橘風味 醇濃抹茶那提 換燕麥奶 他說有夠好喝 黑胡椒豬肉可頌寶 也不錯 可頌寶 嗯 我們就是牛肉派的啊 嗯 喔對 瑪莉的使妹 辛酸血淚心路歷程 兩段我都聽完了 不論何時 都對自己喊話 是個大人了 可以忍的 這樣的瑪莉真的很棒 哈哈 不像我 我只會說 屎在門口啦 快讓我拉屎 摳摳摳 大便在敲缸門口 這也是瑪莉會講的 而且瑪莉通常 都在別人肚子痛的時候 講這句話 摳摳摳 大便在敲缸門口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如此沒有同理心的人 很小的喇叭 他貢獻了三百元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 他從花蓮的好朋友 特地上了台北 請他交了這一封信 他很貼心來幫他畫重點 對啊 我是碗 在這邊要先說碗的字 非常的漂亮 然後呢 碗是用那種有點像是墨水 或是毛筆的筆寫的 那Sophia呢 因為幫我們畫重點嘛 所以就用螢光筆畫過去 那個重點 都糊掉了 就硬開了 靠 怎麼會有這種朋友啊 這朋友到底是幫我還是害我啊 你在畫第一筆 就知道原來會糊掉 你就不能整篇都畫啊 他可能在畫的時候想說 這有點糊但沒關係 應該還看得出來吧 我就繼續畫下去 我是碗 2022年年底 在同一個朋友的第三次邀請下 入坑了馬信 入教後就像著了魔一般 天天聽 上班聽下班聽 推更的朋友都說 我比他更虔誠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 因為我在馬信中獲得了許多力量 外加一些能夠分辨異性的知識 朋友都說 我是渣男 怪人吸引機 所以常在情感中受傷 每一個故事 都讓我默默累積一些無形的資產 讓我之後遇見新的人的時候 可以從教友的故事中 還有經驗裡 比以前更能夠分辨 還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今天要分享這個荒謬的故事 前年在各種親朋好友的關心下 狗急跳牆 下載了教友軟體 想要證明 我 不是美人藥 是沒遇到適合的人而已 下載之後 訊息有夠多的 我就想說 嗯 我在教友軟體上 這麼吃香 還以為自己是海后啊 其實只要是女生 你都可以體會到這樣啦 殊不知 我就是一隻小白兔 認識的網友中呢 烏來男的故事 最讓周遭的朋友覺得 我真的是太單純 太小看人性 我跟烏來男聊了兩天 他就想要約見面 問我想要約哪裡 我就說一起吃個晚餐吧 見面前一天他突然說 吃飯前可以陪他去一個地方嗎 我就說 好啊 哪裡 去哪 他就說 烏來有一個瀑布很美 於是我就立刻上網搜尋 我知道 雲仙瀑布 哎呦 烏來餐廳 出現的是一家很美的景觀餐廳 單純的我呢 就少女心大爆發覺得 天啊 好浪漫喔 那當天呢 我們就約在便利商店 沒想到他騎著重機來接我 蛤 上車前我就想 這不就是要貼在他身上的意思嗎 不是啊 而且我跟你不熟 我怎麼知道你騎機車技術好不好 我覺得第一次見面就貼著對方不OK耶 那我就硬抓著重機後方的手把 可是重機又不符合人體工學 我沒有辦法靠著後面 我一定會貼到他啊 於是就硬著頭皮 將整個人靠在他的身體上 當車速越來越快的時候 他就順勢 將我抓著他的腰的外套的手抓住 讓我整個人環抱著他 這樣一路到了屋來 想像中的景觀餐廳 變成了老街的石板烤肉跟滷肉飯 為什麼 烏來南口中漂亮的瀑布 晚上根本沒有燈 四處也沒有其他人 怎麼會有人晚上去看瀑布啊 對啊 他就很天真嘛 他們不是因為白天看瀑布嗎 他不是啊 他就是腦捕妹 搞毛啊 腦捕妹啦 怎樣 很不OK耶 那個晚上的地方就是社會新聞裡面 情殺會被氣死伸手不欠五指的地方 好啦他們在一個半露天的咖啡廳 戶外長椅上面分食 因為咖啡廳沒開啊 吃完後 烏來南就把食物從我們中間移開 一手把我抱進他懷裡 我完全嚇傻耶 這是第一次跟網友見面耶 接著他手就不安分的在我全身游移 好討厭喔 儘管我有刻意的穿那個長袖長褲 自以為帥 但是沒有想到我的日系穿搭 透肩後背 有那個鏤空設計 還有boyfriend牛仔褲 在男子眼中 都像是一種誘惑 我就跟他說 不要這樣 我不喜歡被摸 而且我們第一次見面耶 烏來南就在我耳邊輕輕的說 幹 大洗力時間 我下面也有瀑布喔 不是吧 應該是 你下面也是瀑布了吧 搞錯了 性別搞錯了 男生下面有什麼瀑布啊 尿尿尿啊 這座山裡有猛獸你要看一下嗎 烏龜算是猛獸啊 來啊投稿啊不是最會大洗力的嗎 投啊你投啊 喔你說我啊 對啊 請說 摳摳摳大鞭子就高門口 這是上一怕的是吧 烏來南在我耳邊輕輕的說 我機車沒油了 欸我剛剛想的跟這個很類似耶 我剛剛講說其實我沒有機車駕照 好啦他說的是 這個很值得大家一起來投稿 請問烏來南在耳邊輕輕說什麼 做我女朋友好嗎 幹不可能 好無聊喔 真的好無聊喔 我說太快了吧 我想要好好認識彼此 然後當下很害怕 來來來我們來跟大家就是情境解說一下 他在這個時候說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只是馬上想要把你騙到手的身體手段 就是他只是馬上想要幹你啦 他一絲想要你當他女朋友我心都沒有 都沒有沒錯 他就趁我不注意的時候解開我的衣服的扣子 把手伸進去摸我的身體 然後boyfriend牛仔褲的破洞 也都被他摸摸摸 幹不行耶 如果他把我牛仔褲的破洞弄破 弄打真的會生氣喔 真的 幹 破了啦 真是 我就像個任他擺布的玩偶 讓他的手在我的身體遊移 只能用溫柔的語氣請他不要這樣 然後裝沒事的繼續聊天 不幸中的大幸事 他沒有再做出更可怕的事 他這個也只是他確認過 就是你就是一個可以聽話的人 嗯 最後我平安到家了 後來我還像仲邪一樣 繼續跟他見面 甚至來我家 我神經真的非常大條 也沒什麼感情經驗 所以都把男子的行為合理化 欸天啊 那他去你家幹嘛 他去你家也沒有把你吃掉 也是 蠻妙的 就這個男子 他也不是一個經驗 真的非常豐富的人 喔 一直到第三次 他來我家 趁我去客廳的時候 他在我房間 把衣服脫到剩內褲 唉唷 用了How I Met Your Mother The Naked Man 那一招喔 怎樣 這招是很有用是不是 這招蠻有用的 你說當女生打開門之後 就會覺得很好笑 但基本上應該是要拖到一絲不掛 要全光啊 然後躲在棉被裡面 還是大致躺在床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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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是站著轉過頭來這樣看你 就是要有這樣的自信 真的 這一招的用法是這樣 屁股是面對我的 對一開始屁股是面對你的 然後我一開門 然後裸男就轉 全身轉身 對啊 不是只有頭轉 對啊 轉身過來之後呢 就用無辜眼神看著你啊 這樣空氣不會凝結嗎 會凝結個幾秒 然後接著下來 你會爆出大笑 然後就想說 嗯好啦 因為大笑就讓那個氣氛破冰了 所以大笑完之後 男生講的那幾句話很重要嗎 不重要啊 這一招不需要講話啊 不需要再講了 The Naked Man這招不需要講話 我的行動做出了一切的表示 這個招是叫The Naked Man 對裸人 怎麼樣今天的知識點很慢吧 太多了太多了 而且你剛剛用那麼有自信的口吻 跟我說裸人 你講了一步 好像真的有這招意 我之後的線上課程 請大家購買謝謝 你有使用過裸人嗎 我沒有 你要不要我今天回家試試看 還是這對於已經結婚 或已經在一起的男女朋友 適用 一樣適用 男女朋友夫妻一樣適用 感情一樣升溫 對對 感情會不會升溫不一定 但是晚上你可以搞到 就是這招你可以搞到 那這個是男女通用嗎 女性也可以用裸人嗎 女女我覺得不確定 女女對我來說那個經驗太 女男呢 反過來的 反過來的 就大家不是也常說什麼 我先生好像性率不高 我先生好像 反過來的我也不確定 男女跟男男 我確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男男絕對沒問題 男男絕對沒問題 男男直接就跪下幫你喊進去 你好像講F 大家不要再幻想我做BL情節了謝謝 請繼續 我看到他脫成這個樣子 我就請他穿上 我說了兩次請你穿好 他才穿好衣服 喔 The Maky Man失敗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沒有全裸 對 因為他內褲還在 是嗎 沒有啦 這一招當然還是 就是你的對手 也是要有經歷過人事的人 所以像他如果這麼內向的人 你用這招是沒有用的 對對對 因為這個招數在外國 是在外國發生的嘛 可是在外國其實 大人就常常有這種Dating 然後常喝完酒 其實就會搞這樣子 所以他們沒有這麼的 要說沒有這麼的精實嗎 就比較開放啦 比較自由自在 或是沒有把性這件事情 看得那麼的重要 就可能他覺得 這也就是一個活動啦 就說好 所以這封信是兩個出接者 在互相練習的過程 對 我還不確定女生有沒有練習到 男生在他這邊 經驗值點的滿滿的 給了他很多自信 然後那天晚上他死不回家 說要在我家過夜 說絕對不會對我怎樣 最後我就發怒 我拍桌 然後他還不走 我就只好上眼說 你不走 我走 的戲碼 怎麼可能 你在幹嘛 那是你家耶 蛤 他不可能真的走了吧 他只是企劃 他真的走了 我背著包包在大半夜 跑去便利商店躲起來 靠我這時候可以洗劫你家耶 真的 怎麼會這麼傻啊 Oh my goodness 我突破天際耶 這個世界上的傻子好多喔 我事後就封鎖這個人了 然後因為這件事被朋友們念了很久 這個人也乖乖離開你家 他也是很 對 這個人也很妙是不是 對啊 希望這麼荒謬的故事 能夠給跟我一樣 對人沒有防備心的人 一點負面教材 大家真的要好好保護好自己喔 然後多聽馬性累積經驗值是有用的喔 好不好 你好 最後希望馬克可以跟我說一聲 You're awesome 雖然過去的自己不知道怎麼分辨跟保護自己 但現在的我已經進步很多了 真的嗎 我期待更好的自己 你讓人擔憂耶 嗯 真的是很令人擔憂的孩子 他想要分享他的帳號 會寫字的碗 IG 喔 寫字帳號啊 嗯 Writing 底線 Little ball Writing 底線 小碗 還有一個日系的選品品牌叫做 Wuumi 底線 Select W-O-O-M-E-E 喔 字真的很美耶 對 它字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喔 好漂亮喔 他怎麼沒有寫請你把衣服穿上 這一集播出以後 他可以寫 他自己的來信 對啊 這字裡面都是蠻心靈類的 馬克瑪莉 今天是12月18號 即將要進入2023 我媽媽在上禮拜住院了 在那之前幾天她很不舒服 胃痛 喘 以為是重感冒 看醫生也不見起色 那天巴拉掛了大醫院的胸腔內科 照了X公才發現肺部嚴重發炎 需要住院 急診等待病房時越來越虛弱 血氧太低 帶上呼吸器 做了一連串的檢查 終於等到病床 然而病情急轉直下 肺部 腹部都發炎 血液中改禮子過高 懷疑有癌症 有敗血病 腸胃出血 每一次聽到最新的病況 心就被揪緊 就忍不住眼淚掉下來 媽媽昨晚已經去了家戶病房 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全家人養馬翻 平常養賴媽媽的事情 都大家一起來做 女兒下課我爸爸去接 我下班回家買飯煮飯 盯女兒作業 沒有媽媽 生活作息都要重新改變 但這些都是小事 我只希望媽媽的病情 可以穩定好轉 辛苦妹妹陪病 爸爸的結送跟探病 偏偏我先生前兩天又確診 還好有靠得住的朋友 幫忙拿藥 我有需要時都會立馬答應 成為我的支柱跟後盾 謝謝Cindy Chuchu 也辛苦高雄長根的醫生 跟護理師們 請馬克瑪莉跟重點友 幫我媽媽一起打氣 玉蘭媽媽加油 感謝你們 PS 私訊瑪莉時 她有時候會回復 真的很開心 愛你們的高雄紫色控付上50元 玉蘭媽媽加油 玉蘭媽媽加油 我是來自於新北的FEN Fan 第二次寫信 嚴格來說第三次 第一次我寫完 就像Mark說的 我寫的當下我思緒就釐清了 我寫完我就丟掉了 第二次是去歐洲找我的好友 在教堂寫的明信片 當時是Mary在明信片三連發 我是其中的一發 然後呢 因為她是用手寫的嘛 我覺得蠻特別的一點是 她在問說 我們記不記得她 說不記得也沒關係啦 畢業信件這麼多 你是手寫的喔 手寫的夜跟禁 應該差蠻多的吧 就你的腦子 真的在想畢業這件事情耶 就是想到的 畢就要想夜啊 然後後面再講的 也不是畢業喔 這次來信呢 是想要分享 皮膚爛掉 終於慢慢變好的故事 我沒有要推薦皮膚科喔 因為我覺得 醫生是因人而異的 我覺得有用的 可能對你來說沒有用 但我想要說 大家有問題 真的要去找專業的醫生看 那如果看了三次都沒有改善 然後醫生給你的建議 一直都一樣的話 真的不要堅持看下去 趕快去換一家試試看 因為後來呢 我就換了一家我朋友推薦的 一個月皮膚就好了七成 不誇張 雖然皮膚呢 目前還是有一些痘痘 但真的比之前進步太多太多了 對於這個新的皮膚科啊 有點相見恨晚 但是皮膚變好 比什麼都還要重要 最後我想要問瑪莉 皮膚一直都這麼好嗎 也是時好時壞啊 但是我覺得跟飲食 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你有做過一些醫美 像是皮秒或是蜂巢之類的嗎 我做過一次蜂巢皮秒 真的覺得蜂巢皮秒貴 當然就是讚 但是不管你是打以前早期的 就常說啊 那些什麼禁膚雷射啊 或是各式各樣的雷射啊 櫻花雷射啊 染料雷射啊 蜂巢皮秒雷射啊 蜂巢皮秒雷射啊 就它都是讓你很快的皮膚變好 但是它久了 你的皮膚就會回到原始的狀態啊 因為你就在同樣的氣候 你就是有同樣的問題 然後你吃一樣的東西的話 它就還是會發一樣的問題 沒錯 所以就是應該是你選擇在 除非你荷包夠神啦 因為蜂巢皮秒真的太貴了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好的 他說今年呢 有成為上班可以聽的會員喔 感謝感謝 然後他還是再抖內了100元 感謝你 對 這封信呢 是男女朋友一起寫過來的 先來念 男友的信 聽了半年的馬信之後 在女友卡卡的邀請下寫信給你們 在跟他交往之前 六月的某個週末 想說我們開車去基隆和平島 來個一日遊好了 那因為瞎逛一天 手機的電量 導航啊 播歌啊已經快見底了 卡卡就把他的行衝借我 我看到路邊 先放他下去餐廳排隊 停好車之後接他的電話 卡卡就說我的手機剩一趴 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我我還找不到那一間景觀餐廳在哪裡 我就說那你就先傳餐廳的位置訊息給我 我過去找你 停好車迅速趕到手機遺留的最後位置時 卻沒看見他人 也沒看見餐廳 該死的事 我連那個什麼景觀餐廳店名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景觀餐廳可以看見港口而已 再三確認地址 我看到的都是服裝店啊 找了半小時問遍所有二樓的餐廳 都沒有看到他 心裡想 Oh my god 跟卡卡約會今天會這麼糟嗎 還是他真的迷路了 他會不會跑去坐火車回家了 我又累又餓 在路旁抽根煙在想 嗯 還是回去樓上再找找好了 不然真的好累 我想回家了 再次厚著臉皮 講了所有的特徵 店員就說 你要不要直接上去看看他在不在啊 終於找到他了 他坐在那邊一口接一口的在吃鐵板雞流 雖然無言但有點好笑 吃飯時太 為什麼那個畫面感那麼強 你走進去 怎樣怎樣 鐵板雞流好吃喔 吃飯時太打翻了飲料 紅茶直奔我的褲子 不過經過迷路事件之後 我們就莫名的在一起了 今天12月25號是我們的半周年 希望你們可以祝我半年快樂 來自於不守規矩的人 好半年快樂 看看他守規矩的女友寫什麼 謝謝馬克信箱 都是我心情低落時最好的陪伴 現在是跟男友的半年紀念日 他說一起寫信吧 留下我們特別的半年紀念禮物 我們說好 我們要寫的題目叫做 快樂又好笑的回憶 那我想分享 今年生日旅行的故事 今年生日時 我跟男友一起去住 教主教母你們曾經去住的漂亮民宿 一三五啊 哦 我們也是住在有小陽台跟池塘的房型哦 入住時櫃台給我們兩包魚飼料 晚上我們就愜意的在陽台上一起餵魚 我很豪漫的啪啪一把一把撒 男友是很省的一顆一顆丟 但飢餓的鯉魚們仍然蜂擁而上 甚至快見起水花 於是不知道哪裡來的想法 男友竟然拿飯店的白色拖鞋 往飢餓的鯉魚打下去 嘴上還念 還是打你打你 後來直接見起超大水花 連同正在旁邊看戲的我 被見得腳全失 驚慌尖叫的同時 兩個人一同大笑 但對旁邊的住戶很不好意思 雖然這只是普通的小故事 但兩個人一起玩一起笑 好像回到純真的小時候 打從內心的開懷大笑 謝謝可愛的男友 願意跟我一起耍幼稚 希望之後還可以製造更多的 happy memories 最後還想跟教主教母 報名當教主教母的接班人 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就是你要來回信哦 我會日語哦 也有純正的清點屁靈魂 啊然後呢 什麼意思 我們接班人要做什麼 為什麼要接我們的班啊 對啊為什麼 就是希望馬克信箱 可以不再是馬克信箱 這個意思嗎 我還沒有不想做馬克信箱 這這一段我真的是 完全不明白 怎麼會突兀起來的 有這一段 接下來這封信呢 是來自於2023元旦所寫的 新的一年啊 就有點像要跟過去告白 這種感覺 他背後用的貼紙呢 還是黃阿瑪的Soul Class 三角啊 Lulu啊 這個人呢 就叫他 代代好了 他要我們四名啦 去年9月10月才開始聽馬克信箱啊 點鈴三個月 超菜 那因為失戀就被推坑了 說欸 你聽這個啊 這裡面有很多渣男渣女的故事啊 就入教了 我呢是在大前年結束了跟前前男友 長達六年的感情 他啊 肉體出軌 他去喝茶 被我抓到了 恢復單身之後呢 我就在朋友鼓勵之下 開始用Tinder 那就一直重複自我介紹啊 重複相同的對白啊 也沒有找到適合的對象 覺得很煩 我就開始想要找人約炮 在前年的年初 我在Tinder配對到他 就叫他歪好了 那因為我滑他呢 就是想要約炮嘛 我就直接問說 你約過嗎 我第一次玩Tinder 我想找人約看看 你可以教我嗎 然後他就說 這怎麼教啦 我們就開始聊天了 他因為工作的關係呢 就有周末會回來台北 那我們的時間是配合不上的 過了兩個月 我們終於見面了 那那天呢 其實我還在生理期啦 然後他就說 那沒關係啊 我們出來認識一下 吃飯啊 我們就一起吃了午餐 他就跟照片一樣 又帥又壯 周宇天啊 不可能吧 完全是我的菜 他長得跟明星一樣 誰啦 我這邊提供你IG 因為他有上過新聞 他帥到上新聞啊 來我搜 是真的很壯欸 哎呦 就沒有說帥這件事啊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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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知道 不是我的菜啊 你的菜是什麼 我也很難理解啦 你怎麼沒有說很帥啊 你現在已經一直往下滑那麼多 看到起碼有12張照片了 你怎麼沒有說很帥啊 不要這樣苦苦相逼 而且他的身材 不是我喜歡的身材 哦 這個 這個嘛 看起來 壞壞的 他表現得很紳士 很貼心又很有sense 聊天很好聊 就很懂得跟女生相處的高手啦 那個時候我覺得 哇第一次約炮遇到天菜 我太幸運了吧 他就騎車送我回家 雖然月經來呢 但我還是請他來我家坐一下 想說可以幫他吃一下啊 順便驗驗貨嘛 對不起 第一次約炮不應該帶回家的 我太晚聽馬克信箱了 還好他不是壞人 我們在沙發上聊天啊 聊到說 我在減肥 這種體重的話題 他就說看看說 那你多重啊 然後他就站起來 把我整個抱起來 被抱著之後 我們就開始親起來了 本來想要跪下幫他吃的 可是他就把我摔到床上 開始隔著內褲摸我 揉我 親我 我整個被摸到 濕到一片完全受不了 因為驚奇也快要結束了 沒有什麼血 我們就拿了浴巾墊在床上就做了 我們的姓氣合姓屁也合 我是抖M他超級S 我們就開始了 顧炮的關係 他週末回台北的時候 平均一個月會約個兩三次 他解鎖了我好多新的姿勢跟玩法 我本來覺得自己有一點M 可是他打開了我新世界的大門 抓頭髮 掐脖子 打巴掌 打屁股 這些是基本的 我們還會玩猛眼 他會拿繩子綁我 還有手銬 項圈跟鏈子 每次被帶項圈 後入的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像是母狗一樣 好喜歡 好喜歡是你現在念到這邊好喜歡 不是是他說好喜歡 他體力超好 腰力也很好 火車便當這個姿勢也能幹好久 常常都被他幹到腿軟 他的手機跟口氣也很厲害 他的舌頭把我舔得很舒服 也可以用手把我弄到噴水 我以前以為噴水都是A片眼的 原來是真的 他會把我壓在噴出來的飲水上面幹 我們還玩過外出跳蛋play 我塞著小怪獸跟他去酒吧 他簡直是我的性愛遊樂場 他還說 我是他遇過最契合 做起來最舒服的 我們就這樣愉快地玩耍了幾個月 他說以前跟別人都只會一夜勤 只想要跟我發生固定的關係 跟別人做完 都會找藉口趕快離開了 可是如果是我的話 會想要抱著我過夜睡覺 每次約會呢 都會先一起聊天 看Netflix 偶爾喝點酒 做完都會親親我 再把我抱到浴室清潔 最後抱著我睡覺 隔天要離開的時候 也會抱抱我 摸摸我的頭 床室這麼合 外表又是我的菜 我想 你們應該也猜得到 暈船了 暈爛 可是不見面的時候 他回line就是忽冷忽熱 還會不讀不回 我知道他只把我當顧炮 沒有喜歡我 所以我想要下船 接近年末的時候 我就下定決心跟他 漸行漸遠 我沒有老實地跟他說 我喜歡他 我只跟他說 我不想要當顧炮了 我想要找一個 可以給我更多陪伴的床伴 我們呢 以後偶爾約一下就好 那你可以去找別人 我就是留戀他的肉體 不想完全跟他斷乾淨 可是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暈船 他其實不能接受 但也拿我沒有辦法 之後他約我 我就會拿最近很忙 當做藉口 常常約不出來 減少見面之後 慢慢的不再患得患失 也可以不那麼在意他了 這邊呢 我覺得很不錯 就如果你想要斷開一個人的話 的確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對方來約你的時候 你都一直說 不行啦很忙啦 不好約不好約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的不見面 這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但是去年年初 他回台北工作 就有很多的時間找我 他很頻繁的找我聊天 一開始呢 還能像朋友一樣輕鬆的聊 可是後來他說 他越來越喜歡我 他覺得我們的關係 可以維持一年這麼久很難得耶 而且跟你也很合啊 他就開始對我越來越好 以前呢 我們通常只會約在家裡面 看Netflix然後打泡 現在他說 會想跟我多出去走走 不想要每次只待在家裡面打泡 我們比以前呢 更常約出去 他也帶我認識他的朋友 跟他的朋友去唱歌 以前出去的時候 他都在滑手機 跟我看電影還會看到睡著 因為我看過他這一些 我就知道他真的只把我當泡友 沒有喜歡我的樣子 可是現在呢 我好像又被撩到了 我很輕易的又被吸引了 我又暈了 我就直接問他說 你說你喜歡我那是哪一種喜歡 他說是喜歡跟我相處 但是沒有喜歡到想在一起 想負責任的那一種喜歡 一直到去年年中 他忘記了我的生日 到我的生日已經過了以後 他才用LINE禮物來送我東西 看起來就是隨便挑個東西 趕快送一下 沒有人會忘記自己喜歡 對象的生日吧 對 我在看他追蹤很多大奶妹 哈 我開始認真思考 我們這樣的關係 到底要繼續多久 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這樣的關係 會繼續到什麼時候 用這種有點引導的方式 希望他跟我確認關係 然後我自己又很怕丟臉 不敢表達 後來回想也發現 這樣是一種低自尊的行為 怕不被喜歡 怕配不上 聊到後來覺得 他還是沒有喜歡我 到想在一起的程度 我就放棄了 他有感覺到 我好像下定了決心 然後有感覺到說 好像有什麼要變了 他不想要這樣 也不想失去我 他就跟我告白了 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在一起 我第一個反應是覺得 他喝醉了 結果 他是真的喝醉了 嚇我一跳 但是後來他直接跑到我家來找我 說真的很喜歡我 說 你是不是想要拋棄我 是不是想要拋棄我 你現在是不是有點帶入感 有點想是 某一個人的那個臉 說對我的付出 都沒有感覺嗎 之後隔天他久醒了 沒有裝傻 我們終於在一起了 其實在一起之後 該不會IG上那個 他交往那個人就是你吧 不是 在一起之後 沒有太大的變化 他休假跟朋友出去 都不會跟我說 我們只在一起半個月 我就發現他劈腿了 之後就發現他的國中還是高中學妹 這是他的第二個女朋友 那我當天就跟他提了分手 當晚他又挽回我 說 這是一個轉機啦 我因為這個學妹才知道 我最喜歡是你啊 我跟他只認識幾個月啊 可是我跟你已經認識一年多了啊 那現在是突然變女友 所以一時之間行為模式我還沒有調整過來 我會轉變 我會變的 我以後會對你好的 我們又像平常那樣聊天 然後隔天的晚上他就跟我說 他跟那個女生附和了 原來他同一天晚上 兩邊都在挽回 我很難過問他說為什麼 好啦我現在知道不要問為什麼了 他說因為結婚的問題吧 我對婚姻的想法是 遇到對的人才結婚 不會因為年齡到了該結 不結婚也可以也不喜歡小孩子 但要是遇到好喜歡 喜歡到想辦法生小孩的也不會排斥 他呢是覺得父母年齡大了 他有責任有義務 要找結婚對象 就像馬克說的 我問了為什麼 也不知道他說的到底是真還是假 也許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想什麼 只是隨便找個理由打發我 但那時候還陷在裡面的我就傻傻的想著說 如果我妥協呢 如果我願意結婚 願意幫他生小孩 就可以留住他嗎 我現在知道不是啦 但那天我還是跟他聊了很多很多 聊到最後他就說他後悔了 他捨不得我 他說他現在 我好混亂 我很反覆 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什麼 你等我一個月好不好 你等我 我會跟他分手 這一個月先不要聯絡 蛤 不可能他一定在搞事 他不會在搞事 他會這個月瘋狂跟那個女的搞泡 就要吃到飽就對了 先吃到飽啊對啊 然後先試試看這個新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持續下去 嗯 他說覺得自己真的對我很壞 一直在傷害我 他說不想要對喜歡的女生這樣 希望我可以等他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一個月之後再找我出來好好跟我聊聊 我答應了 哎呦 以前不懂別人遇到渣男有什麼好離不開的 很多道理知道只是知道 只有自己親身經歷一遍才有辦法體會 我每天都努力忍住找他的衝動 剛開始他還會來我的IG現實按讚 我就想說嗯他正在整理自己的心情 他還有想到我喔 但是一個月的約定還不到 大概三個禮拜的某一天 他在IG現實發文 PO了跟那個女生的合照 他們在慶祝在一起一個月 我還回他說 什麼意思 他就只說 不用再見面了 不用聯絡了 我就不死心地追問他 他才願意打給我跟他說 嗯我覺得我比較喜歡他 我們不用再聯絡了 跟他的故事就到這裡了 我之後沒有找過他 他也沒有再找過我 但這段感情真的讓我好受傷 我談過幾次戀愛 不是剛好互相喜歡 就是被喜歡被追 然後試著在一起 跟他這一段 是我第一次 求而不得 被拋棄 第一次經歷不被選擇的感覺 也許在你們聽來看來 就是約炮暈船 最後被甩而已 但對我來說 這是我的情觀 第一次分手後 會哭到喘不過氣 胸口像被壓著一樣 哭到床變成閒閒的海 原來難過 真的會吃不下東西 強烈地感受到 不甘心的感覺 原來這麼難受 我還去算命 算塔羅 花了不少錢 每天都想著 希望他後悔 回來找我 希望他過得不幸福 希望他天天都想起我 但是 他跟他 已經開心地過著新生活了 只有我 留在原地 被他隨便地丟掉 剛被甩的時候 真的會天天檢討自己 是不是在相處裡面 哪裡做得不夠好啊 所以才沒被選啊 還是因為我奶不夠大 腿不夠細 臉不夠正 回想在一起相處的過程 他常常會突然地找我出去 半夜喝醉 突然打來說想要找我 我知道我自己不喜歡這樣 我希望 事情是可以比較有計劃的 但我又會怕 我不去 他會覺得我很無聊 我不去 我可能會錯過很多 所以最後我都會配合他 然後又覺得 我是不是很方便 很好用啊 會覺得 他對我是不是沒有真心的喜歡啊 所以才會隨便安排我的時間 塞在他對我有空的時間軸裡 但我還是會不停地幫他找理由 就像你們新出的書上寫的 我就是太怕失去了 自己的內在充滿匱乏與恐懼 我怕破壞關係 我怕錯過這個人 我怕自己得不到幸福 而忽略了那些感受到的不舒服 也不敢好好表達自己的感受 我就接受了他這樣的對待 然後也妥協了 我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快樂了 他怎麼會尊重我呢 我羨慕他對那個女生很好 一開始會想 自己到底哪裡不值得 但其實 人都會根據對象轉變自己 對待他人的方式 自己會影響到對方怎麼對待你 馬克說 沒有所謂客觀條件上的好或不好 只是我跟他之間的化學反應 跟權力關係 我一開始 就把自己放在比較低等的位置了 我覺得如果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不是想找他約炮 他根本不會理我 連認識都不會有機會 一開始我就覺得自己不會被他喜歡 而這樣的認知會影響我的行為 需求感很重 想被愛 總是在所求的話 對方一定感受得到的 沒有人會喜歡一個充滿恐懼 而且自我貶低的人 被甩之後呢 從一開始不停地自我檢討 到後來知道該怎麼辦 但做不到 到現在可以慢慢放下他了 中間的情緒總是反反覆覆的 有時候覺得狀況很好 可以不想他 有時候覺得好難過 好想找他 因為我們都沒有封鎖對方 IG還是有互相追蹤 我PO文他還是會按讚 讓我很在意 我發的現實 他有沒有來看 我要發什麼 才會讓他覺得我過得很好 要是看到他發他跟女友的照片 我就會email一整天 這過程要謝謝馬克姓香的陪伴 點我的故事跟體會給了我很多的啟發 馬克說的真言金句 常常給我很多當頭棒喝 我好喜歡瑪莉單身過得快樂又自在的樣子 對對 還有卡提亞老師 因為看她的IG跟教主快樂的日常生活 被她的快樂感染著 讓我更確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最後終於有辦法下決心取消關注她的IG 也移除了她的追蹤 不用再想我發的現實她有沒有看到了 那個時候我有傳私訊給卡提亞 想要謝謝她有回复我 給了我很大的力量 還有因為馬克讀書會 接觸到當下的力量這本書 開始練習自我覺察 也更能跟自己的各種情緒相處了 馬克的日記跟IG的一些體會分享 三不五時都讓我很有收穫 謝謝你們一直堅持做這些事情 謝謝這一段關係讓我更了解自己 透過反思看清楚自己在戀愛裡面的盲點 發現自己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謝謝她讓我意識到有自己的課題 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 找回自己讓自己快樂的能力 而不是靠別人來拯救我 填補我的空虛 不怕被拒絕的人 才能自在地去表現自己 跟表達自己的心情 對於Y 雖然她對我做了很多很爛的事 但我沒有恨過她 我相信她喜歡過我 就算沒有非常喜歡 我也相信她選擇的時候真的掙扎過 就算最後沒有選我 她就只是比較自私 也沒那麼喜歡我而已 我跟她也有過一段很開心的時光 剛玩Tinder像隻小白兔一樣 還好遇到的是她 讓我第一次約炮 有非常美好的體驗 以男朋友來說她0分 可是炮友來說我給她95分 謝謝她讓我體會到很多 至少她讓我高潮噴水過很多次 雖然現在變成了陌生人 但我也學會了接受 人生就是這樣 不是什麼事都能有個好結果 後面呢就是在講說 她覺得Y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那我覺得 不用再提了 而且當我們開始在覺得 別人是什麼樣的人的時候 其實也只是一個 我們自己的投射而已 所以這一段我想要跳過 前面的那一些你的自我省思 我覺得超級棒超級讚 最後呢她說 以為自己呢可以性愛分離 可以玩得起 但其實我根本不夠了解自己 現在的我更懂得自己要什麼了 我不打算再約炮了 我還在學習真正的愛自己 接受自己最真實的樣子 也會對自己更誠實 更坦率一點 不要欺騙自己的感受 尊重自己的快樂 謝謝由馬克信箱跟你們 分手後只花了三個月 就釋懷了許多 心態跟想法也成長了很多很多 現在每天都很充實 找回獨處的自在與快樂 我覺得經歷了這一切的自己 有進化了一點 也很感恩我人生裡 有這個機會 學習到這一切 現在也更能看清楚 跟分辨出男生的話術跟套路了 相信下一段 我一定可以愛得更好 不知道我的想法跟體會 有沒有什麼盲點 或是其實很瞎 但自己看不見的地方 想要請你們開示 也想要拍拍 也想要建議 很棒啊 我覺得沒有啊 就是這一段路 有真正受過傷的人來聽 然後我自己來念的時候 也非常有感覺 就好像有帶我回到 那一段就是很受傷的過去 所以我覺得編讀的時候 就是心有其其言 也覺得真的就是這樣 那這些體會就是 有經歷過的人就會懂 我相信可能現在 可能在跟首播的大家 有些人在聽的時候 會給一些回應 說怎麼好傻啊 怎麼好天真 怎麼會這樣 你應該要怎樣怎樣 那些人其實都是 沒有受過傷的人 他們的人生還蠻幸福的 他們還沒有被教訓過 所以他們可以 總是用那種結果論 然後用那種事後說 你應該要怎樣怎樣怎樣啊 你怎麼會不知道怎樣怎樣 他們還可以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 那有幾種可能 一種是 一是他們真的很幸運 二是他們非常非常的逃避 也就是他們沒有真正的 投入自己進入到一段關係 所以他們對人生的體會 也非常非常的淺薄 那我覺得讀下來 如果說要我盲點部分就是 剛剛那段我跳過的部分 就是你在想歪 他是怎麼樣 什麼背負什麼責任啊 社會價值啊 什麼什麼 那些都與你無關 然後那也只是你的想法而已 最近呢 他重新的使用交友軟體 雖然朋友都叫我說 找對象不要再看外表了 可是外表跟內在 就是都很重要啊 我還是想找外表好看 內在也吸引我的人 才想在一起 我相信自己找得到 就算找不到 現在單身一個人 也過得很好 很自在 最後想要對一些 還現在裡面的點友分享 如果你遇到了渣男渣女 讓你因為不被選擇 而失去了自信 不用去想說 要怎麼樣變得更好 被他肯定 不用對誰證明什麼 才代表你是值得的 不是所有的問題 都需要正面面對 有的時候 繞過去也是可以的 不用覺得這是逃避 就像向日葵 在陰暗處沒有辦法盛開一樣 不適合你的泥土跟地方 真的就是不適合而已 你應該要做的 是去找你的太陽 或是 做你的太陽 你的太陽 哎呀 你有get到啊 有 很想唱 真的很想 這也是echo上一封信嘛 你皮膚爛掉了 你去看醫生 你尋求專業 很棒啊 但你發現那個醫生給你的藥 也許有換 然後或是他告訴你的事情 都一樣 對你來說就是沒用 那就是這個醫生對你來說 他是不對的土壤嘛 世界上醫生這麼多 你就換一下看啊 好啦 感謝你的來信囉 最後呢你說你想要這個信封寄回去啊 可是他已經被我拆爛了 所以我們不接受信封寄回啊 哈哈哈哈 他貢獻了一千元 哇哦 最後一封信來自於JP 2022年2月我向待了三年半的公司寄出存證信函 對 我告了我的老闆 前後跑了很多次的法律諮詢 搜集了滿滿的違法證據 最後在調解委員會上一次爆發 成功拿回一筆錢跟非自願離職書 我想說的是 法律是保護懂得爭取的人 事情結束後很多人問我說 你怎麼做的 大部分的人只是想抱怨 真正付出行動的人少之又少 漸漸的我也失去耐心幫助這些人了 每個人覺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但萬一你做到了呢 你不一定要很厲害才能開始 但你要開始才能很厲害 哇今天的後段是有心靈雞湯特輯啊 要跟社畜們共勉之 到了三月我第一次參加追思慧 認識很多朋友一起運動劇本殺 去參加點友的婚禮 吃火鍋露營 抱怨同事老闆 交換禮物運全的大家 謝謝你們都在 2022年6月我離開了人生第二份正職 這公司大約不錯 我能力也不錯 剛到幾個多月就派我代隊 處理某航空公司的案子 但每次我提出需要的人力時都被無視 又給進度壓力 我也只能帶著我的組員加班到很晚 案子完成後提離職了 同時期的七位同事六位一起離開 結束這個夏令營 當然還有公司很多怪事 我跟同時期的同事還是有聯絡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好工作 到2022年下半年 我決定轉職成為軟體工程師 參加了職訓局的課程 我把上課的人分成兩種人 一種努力向上 一種無所事事 不幸的在最後專題階段 我遇到的是第二種無所事事的人 但不想破壞這封信 我就不提了 幸運的是我遇到了L小姐 我們互相鼓勵一起偷罵 躺分組員 祝福你未來工作順利 我覺得2022的最後很充實 也很空虛 充實的是我學到很多學校跟職場 不會教我的事情 有很多空閒的時間 我讀了很多書 空虛的就是我的錢包 感謝馬克信仰存在 讓我從社畜 變成有故事的社畜 已經成為會員滿兩年 我就不抖內了 感謝你 阿里面怎麼還有十塊錢 今天的馬克信箱呢 都是新的信件 然後也都是有搶到 親愛的馬克瑪莉的快速通關信封 所以聽起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比較新的信 比較靠近自己 或者是 對馬克信仰的感恩程度比較高 因為信仰值比較高嘛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看星星 那我們還有蠻多風快速通關信封還沒回的 所以我們就下禮拜再繼續囉 希望今天你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我是馬克 我是馬莉 下週見 家寧 哎呀去過日本 家寧你不會啊 拜拜你不會啊 さよなら你不會啊 また明日你不會啊 你剛剛說 さよなら 那你 家男家女 さよなら さよなら 你剛剛說 さよなら さよなら 遠離家男家女 祝大家都有好心情 陳余希催面聊心事 陪你聊心理的事 感謝本週的馬姓救世主們 in house好事美甲幹話板娘 欸 我們是你的救星 你美美的指甲受傷了嗎 你們是我的衣食父母 快預約起來 IG IN dash house 點有一定要說唷 有優惠唷 黃海希望大家健康平安 我要瘦兩公斤 愛朵兒 Adora Design 情人節禮物美美的花藝擴香時 教徒專屬優惠七五折 in mercy we trust 解決你的送禮煩惱 一袋小羊肉 兔年不吃兔兔吃癢癢 讓你兔年喜氣癢癢 癢老闆 希望2023年我不要因為 再想工作的事情而失眠了 大家一起向宇宙許願 希望馬克說書入圍金鐘獎 新北市泰山區康泰診所 公祝你敲響金鐘 感恩 為熱 女兒們最近要翻身了 我的好日子是不是要結束了呢 台北市丹安區彩石代 一時冰淇淋 點餐實際的說出 我是點有就有優惠唷 帳號歡迎大家搜尋彩石代 彩虹的彩是沒有那三撇的唷 有那三撇的永文 最近突然什麼都不想做 腦袋也動不了啊 給點建議吧 那就放空啊 那就睡覺啊 那就看圓啊 那就看車子啊 金滿糖黑糖薑茶 黑糖老薑後奶 我們不加色素防腐劑 無農藥殘留 要喝健康有檢驗的薑茶 歡迎來喝金滿糖 點有結帳記得一定要輸入 Marcy想優惠唷 開工啦 霍比林集爭點友們的兔年紅包 台灣集運第一品牌霍比林 快來私訊我是點友 領取永久專屬優惠家吧 人類36號簽 CJS安安EGG簽到 台北的2730咖啡說 歡迎來我們這邊喝咖啡吃甜點 還可以玩貓咪唷 結束還可以逛 哇現在還有台北登節嗎 到19號 嗯 一舉兩得 點友點餐時記得告訴我 我是點友 可以獲得好吃甜點一份喔 桃園阿強二月到我的生日啊 希望今年身體健康幸福滿滿 課千道 眉毛大師祝大家上班愉快 努力工作放假時才能大玩特玩啊 借用救世主的身份 想要呼籲喔 因為最近報復性旅遊 情況越來越多 很多人都想辦理護照 護證事務所 僅受理 新辦 也就是沒辦過護照的朋友申請 你要換領補領 你還是必須要去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的 最近那邊真的是 人山人海 啊 他們都加班到半夜12點啊 想說大家給點同理心吧 世界更美好 新的一年住了安太歲 別忘了買個小禮物 安家裡面的太后喔 搜尋達菲斯香水美財 清典叫舔不知齒的醉人一號感恩的心 感謝馬姓 謝謝米將 三四 榮榮瓦利 菜雞 張有蕭 Kim 萱 西奇二七 維凱 邦邦邦 小王子的王 一起吃肉喝酒的台南春酒 我們下次再喝 軟媽媽祝我自己跟老公阿星 2月份生日快樂 哇這個在最近缺蛋的時候 用蜂農木來說馬克吃我的蛋蛋啊 除了蜜蜂 我們有養一群整天在草原爆充的雞雞 最近爆生蛋蛋 歡迎大家來吃蛋蛋 這個大家應該搶蛋搶爆吧 對啊 蛋現在好貴喔 誰能夠找到我 我們是For Life Design 我是小編Deko 國外咖啡廳愛用的茶壺茶杯 在台灣也買得到了 茶包茶壺禮盒 持續熱賣 歡迎使用典友優惠碼 Dear Marcy 想獨家優惠 我聽到教母說你來東京 有跟典友見面 我沒有想過 可以直接約見面 希望你們下次來東京的時候 可以約到見面 二八連假出國去 是不是苦惱 怎麼去機場呢 讓你家門即是國門的優先選擇 自由家機場接送 輕點叫朋友們第一首選 讓你平日想折扣 假日不漲價 搜尋IG 台灣Ease底線Store 誠摯期待為各位典友服務 以上就是我們滿懷感恩 感謝敬重的就是主門 青春... 馬克 安德巴里的青春... dai